Hello 大家好 我是Sam先生 今期的劇头影评就是ViuTV的剧集 由刀杜、罗嘉俊、监制和执道 2月29日的前转加后转 刘俊謙、蔡思韻、吳凯欣、徐天佑主演的940、920 在节目开始之前想推介一件好东西给大家 它就是NordVPN 很多网上串流娱乐平台都会有不少地区限制 但只要你使用NordVPN 连线到其他不同国家地区的server 就可以跨越限制欣赏到HBO MAX、FULU Amazon Prime和Netflix等外国独家的剧集和电影 除了娱乐之外 NordVPN还有一个新的功能 Freat Protection 可以令你的网络安全更上一层流 有时你可能去错了一些假的网站 又或者你不小心开了电邮里面的不明附件 都有可能令到你的装置感染恶意的程式码 NordVPN可以限制危险的存取 事前发送警告的讯息 帮你掃描所有下载的档案 令你免受恶意程式码的攻击 Freat Protection还可以封锁追踪Cookie 令你上网不留痕迹 停止侵扰色情色的追踪 我想大家都会试过满心期待打开一些网页的文章 但只是见到几十条广告和弹出色的视窗阻止了 有些还可能是恶意广告 有了Freat Protection 它就可以提前帮你阻挡着它们 令你有更顺畅的浏览体验 记得了 除了娱乐 还有安全 现在我就有一个NordVPN的专属优惠推介给大家 现凡购买NordVPN的两年计划 立即加送一个月 还有30日的退款保证 你们还不快点去试用? 大家快点click入下面info box 和置顶留言里面的连结 输入Sam先生这个优惠码 购买NordVPN的服务啦 作为一个有一小朋友 时间非常奢侈 已经很少会播剧的人来说 我想我都很久没有每晚坐定定的 第一部剧集开播和追剧 940-920是今年第一部令我 每晚都会放下手上的工作去播剧集 原因是无他 我非常喜欢多度的上一部作品 ViuTV里面其中一部我最喜欢的剧集 2月29 我还特意在940-920开播之前 特意上网重温2月29 虽然这次已经是我第三次看 但我发觉我还是很爱这部剧集 在全亚洲都有不少童略形 兼且拍得这么出色的成功先例 还要以香港电视台拍剧的budget 去拍穿越题材 再加上日本取景的玩午为美感 一些描写得很好 用来辅助主线的副线 慢慢解开重重迷雾的故事原念 一条描写到位 但不会狗血的爱情线 以上的原因就令到2月29这部剧集 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其实在2月29播放完结之后无奈 好饭已经知道多度想开拍俗作940-920 而在2月29短端10集的故事里面 又真的留下了一些未完全解释 并未完整交代的故事细节 就好像940-920这一组数字背后的故事 Esa去到平衡时空之后的延续等等 还有很多可以继续创作的空间 作为2月29的前转加后转 940-920在编写剧情的难度 相比起前作一定会更加困难 你会发现很多出名的IP 在拍摄前转的时候 都会拍不出什么新意 要不就平平无奇食老本 要不就摧毁了前作的美好 而另外一个做法就要好像怪兽系列 又或者哈比人系列一样 一下把时间点推到更前 务求在故事上和前作没有太多交杂 只是一些share同一个世界观的作品 或者都可以同样成功 在940-920这一套剧集里面 前转故事的部分就围绕着 在2月29出现过代表着 《余家聪妈妈死记》940-920这一组数字 故事讲述 在2013年余家聪因为遇上骗子 不见了与亡母的唯一合照 在追查之下发现 这件事与她的青梅竹马 可以透过竹控即影即有相片 穿越时空的林楚迎有关 更加发现了另一个 余家聪妈妈没有死 自己做了作家的时空 随着故事发展 更多的证据显示这一切 都是同1994年 在丽德楼 余家聪妈妈自杀的那一日有关 而后转的部分就围绕着 穿越大KOL 依莎 在经历2月29大结局 余家聪奋不顾身拯救自己后 昏迷了足足一年 在醒时竟然发现自己意外 来到一个 和自己认知有所出入的平衡宇宙 神圣基学学会会长变成花西贵 而余家聪并不是学会成员 职业是一位作家 她的妈妈仍然健在 并没有死去 如果940、920只是讲前转 或者只是讲后转 我想对于都道创作来说 都绝对是一件并不困难的事 可能故事是讲下 2月29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又或者再有一次穿越事件的发生 甚至只是解释作家聪这个平衡宇宙 为什么会出现都会来得更加简单 所以我非常佩服创作故事的都道 有这个野心、有这个胆量 将穿越这一个题材 同时在前转和后转再玩一次 还要是玩得更加大更加复杂 最后更加将这两个 不同年份的平衡时空串联在一起 在2月29里有四次穿越 2017年刚刚发现了Esa有这个能力 在2018年的穿越 就知道好姐妹Kiona会因为子公颈而不死 在2019年的穿越 就想尝试改变未来阻止意外的发生 而在2020年主角们阴差阳错感 在北海道交织出这场意外的最后结局 所以你会看到2月29的剧本主族很鲜明 比较单一 相反地在940、920里的穿越就复杂得多 在2013、2014年不同的月份 因为不同的原因 穿越回到那几张即影即有相片拍摄的时间 而更复杂的是两个不同的平衡时空 能够以梦境和霸世贵发明的 诺贝尔级别的机器等等的方法 去得知另外一个时空的资讯 再再加上后转 又必须要有些剧情进展 和另外一些的探讨 就会令到和2月29一样同样只有10集的940、920 在编写的难度上远远超过前作 如果你有看到一些访问 又或者940、920 穿越时空的力量这套制作特輯的话 其实某程度上940、920的诞生 是在弥补2月29的结局 就是在弥补2月29的结局 就是在弥补2月29的遗憾 都道也有说到 原来大家都接受到穿越这个题材 那940、920不如就玩得深一点 玩多些花神吧 如果您问我 我觉得都道的表现如何呢 我会觉得是合格的 虽然整体并没有前作2月29那样好看 故事表达方面也没有那么顺畅 但940、920在制造剧本原演这方面依旧非常出色 在上半部分 头五集分布了很多未解之迷给观众 最关键的当然就是在1994年 家聪妈妈堕楼死那天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秋叔和楚迎为什么又会就得那么急呢 而楚迎又是什么时候 和为什么穿越了回去 扮成沙满 拿走了家聪和他妈妈的唯一合照呢 为什么楚迎反而会成为了我们熟悉的时空里面 神圣几何学会的会长呢 而依旋又会不会回到原本的时空呢 我在看头五集的时候也都留意到 都道其实很用心地设计了很多细节 例如是一些很有解读空间的画面和镜头 一些可以引导出很多不同剧情指向的对白和情节 如果你们同样又进去940920的Telegram讨论群组的话 在看上半部的时候就已经见到有不少的观众 对于剧情有很多的揣测 不断会去猜究竟有多少个时空呢 这些角色又是不是和穿越是有关的呢 当一个谜题解开了之后又会有新的谜题去补上 就这样看完头五集的话 我想大部分的观众都未是很能够完整地 拼凑出往后的故事发展 从以上的这一点你就能够看得出 940920这部剧集的上半部份是写得有多好 和有多成功了 而在2月29里面其实我最欣赏的 是剧本里面的一条副线 就是想知道了Fiona为了宝宝可以顺利出生 因为癌症而死的未来 Esa成功拯救了Fiona 而Jonathan也能够避免失去老婆的悔恨和失落 可以说是将剧本的主族 《牺牲是改变时空的唯一条件》很完美地展现出来 还是一段很能够牵动我的情绪 亦都很值得去思考的故事 而我自己觉得940920同样都有一条我非常欣赏的剧情副线 她就是幻想失智症的秋叔和她的女儿晓玲 一段长期病患到人家 和她的照顾者、家人的关系 我觉得这段副线的故事是写得非常不错的 林楚迎想回到她过去改变爺爺死去的事实 那一通彌补遗憾的电话 那一封秋叔留下的信 不单止令到秋叔、妖玲和楚迎三个角色都更加丰富 还可以令到观众可以尽快认识 甚至是爱上这几位今次在前转才出现的新角色 头五集的节奏、懸疑感、轻松笑卫和情感描写等等 我觉得都做到非常高质素 也延续到大家对2月29的爱 满足到观众的高期望 我还记得播完头五集到了星期六 我惯性地坐在电脑前店开着ViuTV的网等追剧 你就知道这五集有多好看了 当苦苦地熬过了星期六日 终于都等到Dodo在直播时候所说 会解开迷团 剧情开始转节的第六至第十集 可惜的是一看第六和第七集就越看越不对路 有几下的剧情转节我更加当场吊出声 然后我就在自己的会员group和940、920的group里面发誓不满 再看下去第八集第九集是有足够一点点 再去看到第十集的大结局 我看完940、920这个下半部 我第一个感觉是很失望不是可惜的 如果只是想为故事留下伏笔的话 其实就不会太难的 因为只要你控制好观众接收资讯的程度就已经可以了 而能够将伏笔做到不着行跡 有心思巨吸引力 在解惑的时候有加分令后段的剧情更加有力 就是一门非常高深的学问 老实说940、920的上半部份真的做了所有东西 但到了这部剧的下半部份 整部剧的节奏、轻重、转节和细节 好像全部都错了 特别是第六集和第七集 首先我觉得最错的是 将事当真的Cameo放在第六集的一开始 不要误会啊 我直接是盲撑猫来的 这一次合作我自己都很surprise 也都很喜欢事当真那边的那一条片 但作为一个剧情开始转节 要铺牌故事里间角的变化 一个这么重要的时间 为什么会选择去用10至15分钟的时间 差不多四分一集的蝙蝠去玩呢 而只拍下来的15分钟 就要交代一个在上半部份 只是出现了两次 并没有铺牌得很多的相机店老板阿玥 怎样是因为交通意外失去老婆 又因为是塞车和架车牌 找不到少事者 那个空手并没有承担到应有的责任 当然的 这种失落 没错 不需要说太多蝙蝠去说已经足够 但阿玥这个角色 在上半部份 一直都没有什么很深刻的描写 而你只是用了第六集的第二节 四分之一集 差不多10分钟的时间 就将阿玥这个角色 变成整个故事 事件out of control 的主要原因 将潜藏在他心里面的价值观 好像是曲解宗教 转牛角尖等等 一下子爆发出来 而林楚迎又很stubborn 亦都很刻意地不断犯错 推到件事越来越差 想要将司机相 就爆入人家相机店 偷走了整箱东西 一直都打算单拖帮人 以身犯险 还未查清楚 就透露了鱼蛋的资料等等 甚至乎是这一集 因为鱼蛋快要领便当 所以就夹多了一段 他给些年轻和女儿 看不起的角色背景故事 第六集 只是用了这三节都不够的时间 有力去建立一个 搞乱了所有事件的奸角 我觉得是并不足够 亦都欠缺说服力和铺陈 那当你看完整集第六集的故事 你就会知道 事当真Cameo的那一部分 是完全帮不了件事的 第六集就死了向转折的急速 和情节分布的轻重 拿捏得不好上面 再来到第七集 楚迎回到过去 想要那只USB手指的password 可惜被月消了的照片 翻不了出来 被困在那个旧时空 然后又因为上半部的剧情需要 林楚迎在灵性药物之旅的时候 是要处于一个混混恶恶 不可以透露任何资讯的状态 所以剧情就很硬性地 要他坎上头 短暂失忆 虽然是在小时候 已经有林楚迎撞车 头有瘀血的这件事发生过 算是有铺牌也算合理地去玩失忆 但我想对于很多观众来说 这条失忆轎绝对是用得不好 算是为了懸疑复复 他牺牲了故事情节的合理性 而因为在往后的剧情里面 余家聪和阿月都需要有穿越的能力 所以余家聪就很无脑地单拖去找阿月 想报仇的鱼丹女友也只是捅了阿月一刀 没有宝刀就走了去了 在这两集里面这些强行将情节串联一起的细节 的确写得比较差 亦都跟剧集上半部的高手开局反差太大了 所以这两集的观感才那么差 最后的第8至第10集 虽然就没了一些不合情理的情节 在第8集里面 连续拆解上半部所留下的谜题 为各个圆异细致给出答案 亦都非常之精彩 为这部剧集挽回了不少分数 但我自己就觉得 在下半部份的节奏上面 都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 就是在第8集之后 其实你对于1994年所发生的事情 基本上只剩下 究竟是谁去阻止加冲妈妈的死 以及依莎究竟最后会在哪一个时空 当你在一部10集的剧集里面 来到最后还有2集的时候 维持不到上半部的圆异感 和高潮的紧张气氛的话 而我感觉 理应是最高潮的大结局 反而是落在第8集上面 所以最后这两集就变了 有少少例行攻势 追悍性反而下降了 其实如果你能够综合地看 整套940、920的情节设计 和故事篇牌 我觉得篇度真的很尽心尽力 在细节处理上面 其实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而且以一套穿越 愿意拆解的剧本来说 它整体的效果 已经不低于其他地方的出品 在主要情节上面的说服力是足够的 不算有很大的问题 但第6和第7集 在一些细节和剧情转节上面 就好感受到 在主要情节的连接上面 编度并没有给到足够的铺牌 又或者为了一些增强愿意感的情节 有少少硬硬屈一些剧情出来 我觉得如果940、920是可以多多5集的话 有很多的剧情线都可以交代得更好 特别是阿月这个角色 和伊莎在身时空的一些遭遇等等 还有就是剧情会不断 和一些时空的时间点有关 所以很多幕的情节 都重重复复地出现了 向不同的集数里面 好像小家聪去找小彩盈 就起码看了4、5次 跟着秋叔带着彩盈走又看了3、4次 虽然我们是掌握了更多的资讯 才去再看回这些情节 但因为情节效果的分别不大 又不算有什么很重要的剧情转转和变化 就令到剧集里面这些重复的情节显得有些累積了 还有我还记得我在很早的时候已经立了一些flag 包括就是一直都只会是两个平民时空 然后林彩迎最后会牺牲自己 然后完美地连接去2月29的故事 还有当你知道了Dodo是想弥补2月29的时候 其实就不难估计这个相对比较温馨大团圆的结局 当然这部剧集叫做940、920 前转的部分一定会占的比重更多 虽然我觉得整部剧集最可惜的就是Esa 在这个平衡宇宙的后续 他和Ryan的关系好像一直都被半放弃 没什么进展 直至到最后那一本Ryan的回忆冊 Esa和他的心情一吻之后 这些由2月29延伸过来的回忆和感动 才弥补回这条线的不足 如果不是这几幕拍得那么有feel的话 我实骂都挺纏重的 我觉得一众演员们相比2月29的时候 他们的表现也有再次提升 神聖喜好学会里面的成员一人分析两个 各有特色非常不错 特别是饰演瑜伽聪的刘俊谦 将作家聪和副会长聪 真正地演活了做2个不同的人 释演Esa的Esa 不不不不不 释演Esa的Sophie 亦都比起前作成熟了很多 但在演出上 不是外形上 不要误会 而朱炮所饰演的阿月 在演出上真的没得好挑剔 其实见到有很多脑残 走去朱康的IG罵他 我就心想 其实一看就知道 是个角色铺牌的问题 为什么你们可以去骂一位 这么有心去喘息角色的演员呢? 患有失智症的秋叔 绝对是这部剧集的良点 希望他可以身体健康 拍多些好的剧集给我们看 而假冒画 Rachel所饰演的家聪妈妈 也表现得很好 特别是大杰国和朱康 在楼梯的那场对手戏 绝对是剧集里面 其中一场最佳的演出 小宫饰演的晓宁 南西饰演的家聪姨 都是非常到位的Casting 好给到惊喜我 最后你会不会发现 我说漏了一个人呢? 没错 他就是由赛斯韵所饰演的 林彩盈 感觉在整套剧集里面 最有问题的是他的演出 他的vibe一直都跟其他的演员 和角色好像很不同 格格不入 再到爷爷死了之后 他情绪崩溃的那一场 好像怎么都去不到那一幕 应有的效果似的 在额于第六集里面 林彩盈的舞露角色行为 就令到他的演出 更加扣了不少分 另外很值得一提的是 剧集的配乐和美术 都做得非常之好 他一些细节处理 道具 还原画面 和场景都落足了心思 如果这里真的要为 负责制作片头的蛋学海 拍一拍手 又合感觉又漂亮 还要是根据剧情推进 去做了几个不同的version 而配乐的戴伟 和李宝鱼团队 又是值得大家给一些掌声的 将2月29的经典配乐 重新編曲 保留原作神髓之余 亦更加贴近940 920的故事通调 而第八集最后所选择的插曲 获秀玉包办曲池的 And to Ribbons 也是非常之好听 大家记得找来听去支持一下 最后总结一下 940 920的剧本故事 比2月29的野心更大 当然伴随以来 编写故事的难度就会更大 剧本的主要情节 原而伏笔 我觉得已经写得非常不错 只是某些情节之间的位置 李宝鱼用了一些比较低手的方法去串联 包括强行失忆 左交大爱 单刀附会等等 也有少少铺排时间不足的问题 令到奸角的转变来得太快 不过我自己就觉得这个剧本的创新和心思 已经足够赞叹了 特别是在经历了去不成台湾 预算这么低的情况下 能够制作出这个质素 这个题材的香港剧集 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我会继续期待都道的下一套作品 今次我对于940、920的剧头评论 我频道第一条的剧集评论 就来到这里了 如果你想看更多影评 和电影的影片 请你订阅我Sam先生 按下来的小铃铛 如果你想对我这个频道 给多点支持的话 记得就是要CLS comment like share这条片出去 做完会员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